Quiz 研究意Quiz指的是 随堂考那种小考 复数型是Quizis 麻烦你要重复字尾加Yes 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复数型的形式 那么其实还有其他的种考试 比如说Test跟Exam 那Test的话像你们月考就可以说是Test 那那种大型正式的考试 比如说入学考考高中或考大学 就会叫Exam 对不起Test只有一个号 那Exam呢这个字 它原来的字叫做Examination 你一定要会念Examination OK 那就有点像缩写的感觉Exam 就好像数学这个科目 我们原本的字是Mathematics 可是我们都会说Math 就好了 Question Ox 对不起 Ox Ox是公牛 那它的复数型呢也比较特殊 它是在尾巴加En 念Ox Mouse Mouse Mouse的复数型呢它会乱变 念Mice 而且它的死呢是C碰到EIY的那种 念Examination Mice 要注意 Kangar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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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复数呢 虽然是O结尾 可是呢 请你在尾巴加S就好了 因为Kangaroo 是澳洲的一种特殊的动物 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所以呢 可以说是外来语 那通常外来语的话 我们就加S 那如果它原本的字呢 就是英文的话 它才会被加Es 这样子 Fox Fox呢 因为是X字尾 所以呢 字尾 请你加Es 变成复数型 那这个字呢 我们会引申为 Sly as a Fox 就是阴险狡诈 跟狐狸一样的狡猾 Sheep 好 Sheep呢 指的是绵羊 Alright 它的单数或负数 是同型 我们在一年级贝的名词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说过了 单数数同型的呢 陆地上呢 就是Sheep 那在水里面呢 就是Fish OK 鱼的话呢 一只鱼 两只鱼 它的单数数都是一样的 Hot Fish 不做任何的变化 Rat Rat也是老鼠的意思 那Rat跟Mouse之所以不一样呢 Mouse呢 通常都是那种 只可爱形状的 所以我们说米老鼠 会用Mickey Mouse 我们不会说Mickey Rat OK Rat呢 通常都是那种 脏脏黑黑的 看起来很恶心的 我们就会说Rat 好 Shark Insect Ant 好Ant呢 这个字呢 它也有一个片语 形容人的坐立囊 An 就叫做Have ants in your pants 你如果你的裤子里面 有很多蚂蚁的话 我想你也没办法做了 OK B 它也是有隐身的意思 As busy as a bee 因为蜜蜂呢 每天就是飞来飞去的 所以我们会说 跟蜜蜂一样的忙碌 就是忙个不停 再来 Horse Eat like a horse 表示吃很多 我们在第三课的时候呢 有说 如果吃很少的话 就是 我食量很小 就叫做 Eat like a bird OK 但是如果你有马的那种味的话 那就表示吃很多 跟鸟一样的味 就表示你吃很少 所以呢 你看 这些 动物呢 我们都会 用它们 动物的特性 来做一种 隐身 OK Cow Goat 好 Goat呢 指的是山羊 Sheep 指的是绵羊 不一样哦 都是羊 OK 那 黏羊的话你就知道 身上很多毛那种的 到了夏天 毛会被剃掉那种的 那山羊的话呢 通常它就 身上没有毛这样子 好 不一样的品种 好 好 F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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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one's throat 就是说 啊 讲不出话来 I have a frog in my throat OK 我喉咙不舒服 所以我就会说 我有个青蛙在我的喉咙里面 那我当然就没办法讲话了 因为无法发音 Duck Koala Turkey Zebra Sneak 好 这颗还蛮特殊的哈 举了很多很多的动物 从Ox 一直到Zebra 这样子 Alright 那就顺便把动物都背一背 那么 其他的动物类呢 都只要加S就好了 尤其我们来看Turkey 这个字哈 因为母婴仔 所以呢 不要去外加RES 直接加S就好了 所以呢 这边的复数我们就不考了哈 你们要知道他们是有复数型的就好 Sight Tell Tell Tell这个字呢 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哈 当这一刻呢 当名词啊 是指尾巴 OK 那么当动词的话呢 就是有尾随或跟随的意思 Alright Thanksgiving day 请注意它是节庆 Alright 所以你都要大写 我们在第三课的时候也讲过了哈 情人节啊 Valentine's day 请注意 一定 节庆一定要用大写 你不要把这个day给忘了 D也要大写 那么 在感恩节的话 我们接续词就用on 这个字 North America Alright 它是地名 所以请注意都要大写哦 List List List是名单的意思 好 那如果我们要请你列一个表 列一个单子的话呢 我们就会用make这个动词 叫make a list 或者是make lists Grace 好 草因为很难数哈 所以grace不可数 Group Group呢是团体的意思 那如果用in groups的话呢 我们in groups会引申为成群结队 好 所以呢 许多的动物呢 都是一群一群的住在一起的 好 动物很少会离群所居 Alright 它们大部分都一群一群的 会在一起这样子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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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助动词 是有意思的助动词 它的意思是可能也许 Alright 那过去诗是might noisy gray 好 gray 这个字呢 你必须要注意哈 它有音式拼音跟美式拼音两种 所以呢 你也会在别的地方看到gr ey ok ey就是音式的拼音 Alright ay呢 是美式的拼音 可以吗 gray gray 指的都是灰色 slow worry come to mind come to mind come to mind 呢是说 符信在脑海就有点想起来的意思 Alright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说 come to one's mind ok 突然的进入到我的脑海里面 come to my mind 让我想了起来的意思 feed on 如果我们在on后面加食物的话 就会以什么什么为食物 feed on 比如说用草来当成他们的食物 feed on grass feed a on b 或feed a with b 就是我们会用b这个东西来喂a 比如说我用 我用 我用那个红萝卜来喂小白兔 I feed my rabbit with carrots I feed my rabbit with carrots 可以吗 我用红萝卜来喂我的小白兔 ok think of think of 后面呢请注意一定要接名词或动名词 因为of是一个解析词 hurt hurt呢是伤害或痛的意思 Alright 过去世呢不变 一样是hurt 那如果你很痛很痛的话呢 你可以说hurt a lot 或hurt very much 可以吗 believe in yourself 好这是一个句子 请注意 所以请你开头要打写 后面要有一个句点 叫做相信你自己 是一个起始句 believe in yourself 好我们的广告词会有 trust yourself ok 就是信任你自己 相信你自己 你都可以 trust or believe 你都可以用 Alright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要学一个叫做 反生代名词 好 反生代名词 从 myself you self himself himself herself itself ourselves yourselves themselves 好 请注意 有一些呢是拿所有格来接self 有些是拿受格来接self ok 所以你稍微要背一下 myself, yourself, himself, herself, itself 以上都是单数 再来我们自己开始 ourselves, yourselves, themselves 好 以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八个字 是唯一唯一在人称代名词 它是人称代名词里面的反生代名词里面 唯一唯一区分出了单负数 通常以前我们在被 I, you, he, she, it, we, you, lay 甚至在所有格 My, you are, his, her, its, our, you are 或者是在受格 或者是在所有格代名词里面 那个你和你们都没有单负数 对不对 you跟you are 还有you 比如说主格you 所有格you are 受格you 我们都是指你或你们的意思 但是来在反生代名词里面 我们第一次出现了 把单数 你自己哦 yourself yourself是你们自己 我们区分出来了 就是唯一一种形式 ok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主持是谁 比如说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 就是 相信你们自己 如果是believe in yourself 就是相信你自己 懂吗 或者是说 你们自己去煮 煮 午餐 我不在家 你们自己弄午餐吃 cook the lunch by yourself 懂吗 你们自己煮 那如果说 make the lunch for yourself 就是你自己 煮午餐 因为我用的是yourself 我指的就是你 而不是你们 所以你要搞清楚哦 单数或复数哦 在这里 ok